秀林湘景美村火车站后站排水设施堵塞 倒成马路淹水 而为了解决排水的问题 立委复昆其服务团队 邀集了县府建设科 秀林湘公所建设科 铁路局水利会 共同来解决淹水的问题 景美火车站后站因为有北部水军在一旁 由于常年被淤沙阻塞 水就会溢出来了 而这些水就往洁美火车站的后站排水沟里 加上遇到台风或豪雨来临的时候 马路就会变成水箱折过了 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 立委复昆其服务团队 主任博江森 并且邀请相关单位来解决 那会刊的结果 做成了三个决议 第一个就是有关这个北浦郡 漏水的问题 因为那里的水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田水利署 所以请农田水利署要尽速的解决 他们北浦郡漏水的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请铁路局全力的配合 秀林湘工所 有关韩管的清淤跟韩管的延长 全部的给予协助 因为它的韩管是在铁路局的铁道围里里面 所以这必须向铁路局来申请 第三个就是请秀林湘工所 以长远的计划来说的话 请他们规划 就是排水沟往南延伸 然后延伸到现在的有一个大沟区 叫北浦一号排水沟 这个是大沟区 这个水流游北往南引流 这样子的话彻底解决淹水问题 博江山表示 在向澄清暗示秀林湘吉美村长金之雄 强烦反应的 了解的华林县政府建设科 秀林湘工所建设科 现场会看之后 确实需要水利会 台铁机台协助秀林湘工所来改善排水管的问题 共同解决用路人行的安全 记得Join 秀林湘工报道